本来是担心台风会对台湾造成威胁 所以菜农这几天是忙着抢收 但是现在因为台风轻袭台湾的机会变小了 所以今天菜农也都被通知不用抢收了 总算松了一口气 新台风席台菜农好紧张忙着抢收 不过14号一大早蔬菜集货中心恢复了正常运作 因为台风轻袭台湾的机会变小了 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用再忙着抢收 通常一天采收的蔬菜约五六公顿 赶在台风前抢收约一天十公顿 如今恢复正常加上有冷藏设备 抢收的菜可以延长寿命 菜价渴望下滑一点点 台风没有进来的话 大家收购起来放在那个冷藏库 如果天气还是好的话 没有变化的话会下滑 随着台风路径的变化 让菜农们的心情如同坐云霄飞车一样 幸好台风对台湾没有威胁 菜农可以跟着天气情放宽心 明星闻陈嘉祥高雄线报道